大家好,欢迎收听卧草喵政治 我是卧草的总编萌萌 我是卧草的范 卧草喵政治 每周帮大家喵一下台湾重要政治议题 也记得帮我们订阅YouTube频道 按下小铃铛 还有Sound on Spotify Apple Podcast 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哦 其实听到我每次都想看到是不是 我们这也看得到 还有搜寻 OK 好,Shall read 监察院上个礼拜五 7月10号已经公布上一次 总统大选跟立法委员选举的 那个政治现金申报资料 某某应该第一时间有follow吧 我们都有去看 看搜寻我们办公室同人的名字 为什么 没有啦,其实可以搜寻到很多东西 我们那个连接应该会放在下面资讯栏 大家也可以上去看看 有没有一些有趣的一些名字 有出现在上面可以搜寻 然后反正各家媒体啊 就立刻搜寻了蔡英文跟韩国瑜 就是想要知道说他们在上一次的选举收到了多少政治现金啊 脱口秀节目 就是一个政治内容 以政治为主题的脱口秀节目 然后结果呢 他们发现说原来柏恩是有收就是蔡英文跟韩国瑜的钱 所以开始 韩国瑜还是收的比蔡英文多很多 就开始有人讨论说 奇怪为什么为什么那个政治人物要自己付钱去上节目 他们就觉得蛮怪的 但是其实我们后面可以再再聊好了 就是我们没就是做媒体角度其实觉得还好 可是他其实衍生有很多就是什么 自入性行销等等的问题 但后面我们就可以一起聊 好那某某我们来我们开始 就是什么是政治现金呢 对对因为我们其实今天要开始录这集的时候 原本有讨论就是想从法规面去解释什么政治现金啊 然后跟范讨论了很久就觉得不行 这样子 这样子我们这样不能用法律的角度去出发 用人类的角度出发 这样才比较听得懂 所以我觉得现在去想象政治现金 你可以想象成是群众募资 不是有各种那种募资平台吗 那大家想不想要买一个很炫的杯子啊 或是一个很酷的一个新的什么扫地机器人啊 你只要给他钱 他就会帮你完成这个计划这样子 那政治现金有点像是政治人物在选举的时候 推的一个募资平台募资的一个群众募资 你只要给他钱 然后他就更有机会去完成他的计划 会去就是当选嘛 所以你给他钱 让他可以去做事 让他可以去顺利的参选 然后更容易硬 就等于是让你支持这个产品 你会获得一个你觉得比较好的政治人物 所以像这样子 但是一样你看 为什么后来事后要公开嘛 就像募资的那些公司啊或什么 他们不是也都会说 啊我们会把钱要花在哪里啊 然后会有一个会为了要取信于这个募资 给他钱的人 他都会有一个像简单计划书 要让这个机制人负责这样 而且给钱的人其实有点像投资吧 就是说我投资你这个产品 或者说我投资你这个政治人物去做某些事情 可是相对来说我也要看到我的 我投资给你的钱你是怎么使用的 对 所以监察院公开这个政治现金的资料网嘛 一个网站就是说让大家可以去搜寻 但是某某你也有告诉我说 其实能够公开就是透明的搜寻到政治现金的流向 其实是近两年的事情 对啊就其实因为 以前最应该说政治现金这个法规 其实十七年来都有啦 但是就是要把它公开上网 让大家都可以上网搜寻 其实是这两年 就是2018年那次选举才开始有这样的公开 以前其实很扯 就是如果大家有去监察院那个政治现金网站 可以看到 就是你搜寻 不管你可以搜寻政治人物啊 或是你搜寻个人啊 就是你也许有券 你可以搜寻自己的名字 那就看到你的名字 你捐了五百块给某某某 以前这些资料呢 其实监察院也都有 但是你要去查的话 你必须要实体的到监察院里面去登记 然后去查他的书面资料 到底有多少人会真的去现场犯 对啊就是其实很奇怪 就监察院明明就有这些资料 那他也不是说不给你看 只是让你很困难去得到 然后就是你要到现场 你要去翻阅纸本 然后呢 而且哦 你想想看纸本 你还不能够拍照啊 你也不能够操录哦 用脑袋记吗 对对对 你叫就是这个记忆力 用记忆的方式 你想知道 那个谁多少钱 可以带记忆吐司进去吗 记忆吐司 你不要讲这种年轻人听不懂的话 对 咔掉 对不对 听不懂 贴一贴 然后就可以把它背出来 不行违法 好 所以你不能够操录嘛 各种操录都不行 所以其实很奇怪的 就是这个规定 到了民进党 在第九届立法院 就2016之后的立法院 民进党在立法院多数之后 才修法 让这些这个捐款的细项 也可以公开上网 就不用到现场 就直接搜寻 就可以找到那些资料了 你知道我 我听到你说 2018年才开始开放 可以搜寻的时候 我就觉得 其实确实 大概在近五年来 你可以发现 其实政府在做什么事情 是越来越透明的 可以让我们去找到 对 相关的资料 然后其实媒体 他们争相的去计算 那个蔡英文跟韩国瑜的 那个政治现金的支出收入的情形 然后就也有一个新闻说 其实政治现金是有 它支出 收入还支出的情形 是有上限的 支出有规定的上限 今年因为是 它是一个比例的原则 它会看什么 你的那个人口数 比例 等等 你选的职位是什么 今年的规范是4.3亿 总统 总统的部分是4.3亿 但是因为蔡英文就是有超过 所以就开始有人就在讲说 那个超过的时候该怎么办 那它设立这个政治现金的一些支出门槛的意义是什么 它其实但也是希望就是说 不希望就是你可以有无限的钱可以花 像有最多钱的人就最容易赢 所以还是会想象一个就是 好啦我们大家花钱不能花超过什么程度 不过这也很奇怪 就是这样的一个法规要违反的话 其实它就是罚钱 你钱太多了吗 那我就罚你钱 对所以其实它实际上也没办法有很强的规范 那而且其实要设定这样的上限 其实也是一种 我自己的理解也是一种类似 公费选举的概念 它不想让只要有钱的人 就一定会有最大的省量 就像其实我们还有另外的制度 大家其实有时候会批评 但我觉得可以换一个角度想 就是我们其实每个投票啊 就是政治人物我们如果投给他之后 他们如果到达一定的 票数到达一定的门槛之后 他会领回一个补助金 就是每一票乘以30元 所以比如说你如果 你得到2万票 你就乘以30元嘛 就是60万 那有些人会觉得说 为什么投给他之后 他还可以拿到钱 选举还可以赚钱这样 但他其实背后的概念 就是公非选举 就是他不希望 就是你就为了选举就破产 就是你穷的人 或是你不要讲穷啊 你相对没有那么有资源的人 你还可以在选后得到一定的补助 就是你不会倾家荡产 然后就穷突撂倒 这样的话以后就只有 有钱人才敢出来选举 相对没有那么财富 你就不敢出来 所以其他的制度 有点像这样子 制定一个选举经费的上限 然后如果你这个 得票得到一定的程度 你又可以每票 要获得30元的补助 这样才不会就是 你知道 有钱人才敢出来 那我就很无聊的 就算了一下说 好吧 那如果蔡英文 他这次花了5.8亿的经费 然后他得到了817万票 然后平均一张票 平均每票 一张票只要70元 我还没有算过于的 不知道他每张票比较贵 所以其实我觉得 就是真的在想 比如说我们一开始想说 蔡英文说 哇花5.8亿 听起来很恐怖 对听起来好像很多 但是你真的 比如说你又除以800多万票 觉得好像还有一张票70元 而且如果再回头想 我们有去找了一些立委 不同选区立委 一个立委 因为立委一个选区 比如台北市 可能就有什么中山区 中正万华什么的 他们小小台北市一个行政区 他们去竞选 也是要2000多万 2000多万 像那个吴一农 吴一农也是2000多万 然后三Q 陈柏惟 2100多万 对 就是你选一席立委 就要花2000多万了 那何况是全台湾跑 要选总统 全台湾都要顾嘛 他们花5.8 蔡英文花5.8亿 这到底算多还算少 如果用立委的角度回头看 好像又觉得5.8亿 没那么多了 对对 不过当然我还是没有 没有2000多万 那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政治现金就是我们支持者给我们的钱嘛 那今天如果我们没有花完 那这个多出来的钱 我们是要怎么 就是候选人要怎么处理这个经费 其实过去很多政治人物的做法就是 他会把剩下那些节约款拿去成立基金会 因为他有规定就是你可以做一些公益使用嘛 那可以他可以把那个钱成立一个基金会 但其实那种成立基金会有点像是他们未来自己的一个你可以想说赤库啊 或者是他们一些放他们一些选战的时候幕僚的一些地方 所以像很多政治人物的基金会通常是通过选举之后的一些节约款然后去成立的 可以养很多幕僚嘛 因为选举需要很多人力啊 你选完之后这些人怎么办 不可能都失业嘛 他们就把这些钱拿去养他们 所以不能拿来私用对不对 私用 就看私用的定义啊 对因为其实有一些技巧嘛 你说成立基金会养一些自己的人算私用吗 有点私用的感觉 对啊 这个很难很难 法规很难直接去管这个对 然后另外一点想要提醒大家 其实政治现金是只是看到捐给这个候选人的钱的使用情形 可是如果候选人自己本身有钱 他去做其他的宣传跟消费 他用自己口袋的钱拿出来的话 是看不到的 对因为政治现金就是政治现金 就跟刚刚讲嘛 群众募资 群众募资他规范的有点像就是 群众募资给的 这个平台里面进出的账 但是如果就是他除了从群众募资之外 他自己口袋有钱又有什么五百万一千万 他高兴用那个东西自己来去做什么 去宣传什么的 那就是不是政治现金专户里面可以看得到的 对 所以在里面没有搜寻到这个政治人物上博文夜夜秀 并不代表他们就没有给他们钱 只是没有从政治现金专户给钱 对 那这样看起来如果我的那个选民给我的钱都还不够 然后我又要再自己掏钱出来 那是代表台湾选举烧钱真的烧得蛮凶的 对其实跟不敢关所有国家比较 但是几个比较民主国家或是我们周边的民主国家 以日本为例的话 我不知道大家可能疫情之前常去日本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他们那种选区海报 他们今天选举的宣传是有规范的 有点像是那种布告栏 他们就规定就是你贴海报 那就有个布告栏然后你的海报就只能多大 就尺寸 你只能贴在那边 对对对对 所以他们日本的情况其实他们的选举花费啊就不会像台湾那么高 那其实之前也有人拿美国的状况为例 要想美国他们的就是要cover的领土 还有他们的消费水准比台湾都高很多 但是不讲总统啊讲国会议员好了 他们国会议员的选举经费其实跟台湾的立委 有时候其实差不了多少 甚至有时候还比较低 你就可以想象说哇 那台湾到底是多么花多少钱 相对跟美国那样的物价都可以花差不多的钱 所以他为什么就是感觉起来你好像真的要有很比较大的资本来做台湾的选举呢 是我们比较是我们民主比较 比较贵吗 不是不是我觉得是有可能是我们民主可能也没有很长的时间 然后大家想要去就是捍卫这个民主 所以就很积极的参与政治 我觉得有两种感觉啊 那我自己有些我自己的想法推断是那种 因为其实我们民主运动30年来嘛 那早期其实所谓的党外或是非国民党阵营的 要对抗国民党的资源其实非常困难 因为国民党是用整个国家或国营事业啊 然后党营事业他们钱是非常多 所以人民如果要支持他的支持对抗国民党阵营的民进党 以民进党为例 他们就也要投入很多钱去帮他们 就像有点像军备竞赛 所以一开始有一个国家等级的资源去对战 然后你就要把这个在野党 也要养成有国家等级的这种资源 才会把它选得赢 所以两边这样对战对战之下 那随着民主化的过程 但是军备竞赛也不会因此慢下来啊 我这次上次花一千万 不行我这次不能花得比上次少嘛 我的宣传要更有力啊 我的这个什么 那个服务处要开更多啊 我要找更多的人来一起来帮忙啊 所以就一千万两千万三千万要跌上去 所以要下降其实我觉得真的也很困难 大家都觉得每一次选举都是后一次选举 所以都下足本钱 可是我觉得听起来有一点不公平 就是对我来讲 如果我们不讲选举 就是很单纯的行销这件事情 你多一点钱 确实你就是有比较多的资源跟曝光的露出 然后让大家被看见 然后其实你看那个去年 反正总统的大选的票数 你会发现其实真的两千三百万人都有出来投票吗 也没有 所以中间选民其实也挺多的 那如果我花多花点钱 然后用一点技巧 然后就是就可以刺激这些人出来投票 就是显得是不是 就是花 对啊 不是你有才华的 他会花那么多钱 那表示有用啊 是啊 不然为什么政治人物要花钱上节目的 其实好 好接下来我们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说 因为蔡英文跟韩国瑜他们上博恩夜夜秀 然后有付钱这件事情 其实有引起了一些争议跟讨论 然后其实我们自己私下也 也有debate了一下 然后就觉得 其实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想法 我其实 我知道这条新闻是因为我妈妈传line给我 就是我妈妈有时候 她的兴趣就是在YouTube上面 看很多政治相关的影片 所以你妈是博恩夜夜秀的fans 我觉得她没有到fans 可是她就是会看一些政治议题 就是不只是博恩夜夜秀的东西 但是这也代表就是 只要关心政治人 其实多少会去看他们家的 他出的节目 然后他就传给我 他就问我说 为什么博恩要付他们钱 为什么那个蔡英文跟韩国瑜要付博恩钱 因为他的理解就是 博恩是邀请他们来上节目 应该反而是博恩要付他钱 他会觉得他有求于政治人物 而不是反过来 对 他就觉得很奇怪 然后我就也想了一下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自己当下反而是跟他说 所以你在看节目的时候 你要思考这个政治人物 到底是付钱上来的 还是被人家邀请上来的 因为那做出来的内容是 意义是完全不一样 那你觉得呢 你觉得媒体应该要收政治人物的钱 我觉得这个东西我必须说没有标准大 只能说每个人心中那把尺不大一样 那我觉得大家就是听众们 大家也可以想想看这个问题 就媒体到底可不可以收政治人物的钱 我自己啊 我自己个人 就是如果以这个标准来讲的话 我自己会认为 媒体应该没办法 这个政治人物可能是要 尤其是只正在竞选中的政治人物 一个媒体如果其实要拿收政治人物的钱的话 我自己觉得会有问题 那我自己的举例会是 你可以想象一个极端的情况 就是如果有一个就是非常非常非常有钱的人 那他就可以把他的所有钱 买下所有可见的媒体的漏出 他就可以就是完全掌握了你所有的电视台的漏出 你打开电视台 任何媒体台都只看到同一个候选人 所以如果没有在法规上 在这个政府的规范 如果没有做一定程度的限制的话 这种事情其实是有可能发生的 对 所以媒体能不能收政治人物的钱呢 我也是倾向就是应该是不大型 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有一些可以讨论的空间 例如说这个媒体的定义到底是什么 因为现在媒体很广嘛 从我们以前传统只有几台那种新闻台 电视啊 电视啊 然后这几年又有网路媒体 自媒体 对 卧槽也是一个媒体嘛 对 网路媒体 各种媒体 然后在我自己的 钱东家可以两名字吗 不是啦 我没有要讲钱东家了 但是我内心的 如果对媒体的定义好了 就是我觉得如果这你这间媒体是很明确的定位你是做新闻 然后你是替人民监督政府 如果你有这样的包装 对对对 或是你试图让读者这样以为 对 就是有这样子的诉求跟形象 或者是使命 好不好 那我就觉得你不应该做任何的政治人物的置入 这是我觉得如果这个媒体的范围是在这里的话 那我想想看 那你觉得比如说 木药室操完可不可以收政治人物的钱 我跟你讲你这个问题很棒 就是因为我觉得娱乐性的内容 就是娱乐节目 然后他可能也没有很明确说 我就是做政治内容的好了 因为木药室他们很广嘛 对不对 然后他请人来上节目 如果这个人他有需求想要做曝光的话 我觉得可以拿钱 但是我还有另一个前提 我觉得应该是要揭露给读者或是观众说 我这一集是跟这个政治人物合作 我们是一个商业案 OK 不是谢谢 左上角要有一个广告之类的 木药室操完不是都会说 谢谢某某某又让木药多活了几天 类似对对对对 他就必须要这样讲 对他就必须要这样讲 我觉得就是去揭露说 我们这个是有合作 因为我觉得政治人物他的一言一行 他是有影响公共的一些权利的问题 如果他业配一个车子 那你去买他 你没有差嘛 但是你政治人物你选了谁 这件事情是会影响到公共利益的 那我觉得就必须要做揭露 可是我觉得拿钱是可以理解的 Why not 媒体需要生存 这是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对所以我原本我自己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我看到就博文这事情出来 很多人就是 就是有些 有些人会很生气很不满 是 或者批评 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相关的 也是像网路节目 然后也有拿钱 是那个沈玉玲 沈玉玲大家知道就是沈玉玲嘛 然后宣传他 但是会去批评 博文 我是没有看沈玉玲的节目 其实未必有 但是我就讲我有在看博文好了 我觉得博文他一开始出来的形象 或者说他主打的内容 就是用一种很娱乐 或者很嘲讽的方式去讲时事跟政治人物 就是因为他的主题都是这样子嘛 然后我觉得无形之中 就是他节目这样做起来 会让身为观众的我就觉得 博文是我的一份子 他会站在我的角度 帮我去监督 就是监督吗 会觉得他有在做监督政府的这个成分在 对对对 所以我就会这样子去认定他了 可是我后来想想 可是你觉得沈玉玲没有监督政府了 因为我没有看他节目 而且我觉得沈玉玲做节目 好啦我等一下录来去补看看 对啊 顺便别演这个批评时政 因为我觉得受定他的娱乐效果那么强 或者是他的受众没有像博文那么大 这未必有 不一定哦 不过这个角度应该是说 当初这个节目的包装 有没有把自己包装成一个 就是会对于政治议题 或是广泛的公民议题 社会议题去批判 那如果他本身就有这样一个定位的话 那本来大家就应该会对他有一个相对高的标准 尤其在这个政治议题的有没有钱的深入上面 但是大家对于比如说这样 对沈先生不好意思 但大家对沈玉玲可能就没有这样的期待 不会有这样的期待 对博恩有这样的期待 对沈玉玲没有这样的期待 但是其实萨泰尔娱乐也就是博恩夜夜秀的制作公司 他们也有发表声明啊 他们就很明确的告诉大家 博恩夜夜秀是娱乐节目 对我们就跟沈玉玲一样 为什么你要把我看成那样 我就是沈玉玲的样子 只是题材比较政治一点 OK 所以大家其实误会 对 大家就是就觉得说 我把你当成就是一个公民监督的一个角色 对是我把你捧太高了 但是我其实只是想做一个比较年轻版的沈玉玲 我那天不是跟你讲说 我觉得这好像是你在跟一个渣男交往 然后你觉得他是你的男朋友 然后结果后来他跟别人劈腿之后 你再来批评他说 你怎么可以这样 你不是我男朋友吗 他说不是啊 我不是你男朋友 我真的有这样讲吗 我没有这样讲啊 我们不是过去玩的也很开心吗 你看我的节目 你也都有笑的很开心啊 对不对 你只能说是一个美丽的误会 我觉得就是回到我刚刚前面讲定义的问题 就是如果你从定义的角度 博恩夜夜秀他并不是像新闻记者一样 必须要去揭露事实或是监督政府 那我觉得他好 我们就单纯看他就是一个愚性节目 他就是一个众议娱乐 for fun for fun的感觉 那我觉得可以拿钱和乐而故意 就是但是我觉得他的包装上 我觉得会让人再更有争议是因为他可能包装上一直说 我没有say哦 或是说这个都是都是没有讲好的哦 就是会有让人家误解说 这个东西是政治人物就自己想上这个节目 而不是可能他们也想上啦 但是终究他收了钱嘛 他收了钱这东西就很麻烦 因为你不知道这个脚本 他到底是不是有被省过 或是被涉及过 是不是巧好的这样子的问题 所以看起来这个 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没有 这都不是法律上可以一刀切的 甚至在道德上都很难一刀切 但我觉得就是大家真的在 在看各式各样的节目 其实不管是传统的新闻媒体 大家可能对传统新闻媒体 已经都比较有概念 说有所谓的青蓝青绿或什么的 那其实在看很多的新媒体啊 网络媒体啊 或是甚至像类似像这样的 博文夜夜秀的节目的时候 其实可能心中还是要想一下 就是当然不代表他们的播出的内容 不是事实 但他们背后可能在 会有一定的立场 或是因为金钱的关系 而有某些的立场 为了赚钱或是为了表演 都会有做一些 可能跟事实不那么相符的东西 终究是一个商业性的行为 大家可能就是看的时候 都有点媒体试图的批判性在里面 不然可能就被带着走 就是哇 可能就觉得 韩国瑜的膝盖走路很帅之类的 算了 我相信应该 你自己有看那两集吗 应该不会有人这样觉得 我两集应该都有看 我两集都有看 可是你知道 我看韩国瑜那一集的时候 我确实觉得 有对韩国瑜有一个正面的投射 但这个正面的投射 什么他膝盖很软之类的 不是不是不是 就是例如说 他们不是会开韩国瑜玩笑 就是让他坐塞子的椅子 还是坐就是那样子 然后我就觉得 哇他好大气哦 就是可以让大家这样开玩笑 所以钱花的有用啊 他就比在英文贵 就是有原因的啊 然后他们不是有一个英文的对谈 然后就想说 哦原来他英文也不错 就他没有想象中这么不好 可是我当时就是 就是你知道吗 连我在媒体界工作 我都会被这样子的 就投射这个想法 就会有不一样的看法 对我完全当时完全没有想过 这个是他们付钱上 上这个节目的 所以这个不过这个一样 就是会让我回头想 刚刚有提到就是 那如果像比如说 以刚刚的节目为例好了 他揭露就OK了吗 难道比如说 对他就是说 他这个影片播出的时候 旁边就压一个 本节目由韩国瑜赞助播出 那这样子就没有这个疑虑在了吗 我觉得对我来讲 我有看到 这个本节目由韩国瑜赞助播出的话 我就会有一个提醒 就是我在解读 这个人的形象的时候 我就会去再去思考 哦这个是有付钱的 这有可能是 就要做一些校正 我的内心的那个指南针 就会啪啪啪啪啪 我有个警铃 应该不是指南 对我有个铃铃在那边 对对对会校正 但是确实 我觉得政治人物的业配 是不是只要揭露就好 也不一定 因为有些人 就算你揭露了 今天如果他揭露了 然后你还是因为看了这个节目 而喜欢了这个候选人 那也没办法了 可是我觉得这就是 我刚刚一开始提的 那个比较极端的例子 就是就算你揭露 如果非常有钱的人 他就算有揭露 在新闻的露出有揭露 但他就可以买下所有的电视 或是媒体的露出的话 那对于受众而言 其实你有没有揭露也没差 我只管每一台 都是本节目有某某某赞助播出 都是有某某某赞助播出 我就看不到另外一方的声音了 因为他有钱 因为或是他掌控了媒体资源 你就只能看到他的说法 其实我知道那是他付钱的说法 但是还是压制了另外一方的声音 所以我自己的角度还是 政府可能还是要对 做某些程度的管制 但是这个到底手能够伸 政府的手能够伸进媒体多少 我觉得这个真的蛮困难的 我可以想象是一个困难的工作 而且我们今天单纯的只是讲一个 政治人物他上一个媒体节目 可是其实政治人物置入媒体内容 是有很多的形式的 就是例如说 因为柏恩夜夜秀 他是一个影片节目感 其实他跟传统电视有点像 就是有种像中立节目 然后上节目的形式 那有些媒体他可能直接是 跟这个政治人物合作 然后是撰写 就是跟这个政治人物相关的内容 广编稿 对像广编稿一样 然后就是露出在他们的平台上面 这样你不要笑 就是有人真的是会这样子做 可是因为我有跟某某讨论 就是有些公司他这样做 可是他可能就会跟外界解读说 我这篇文章上面有写说 我这个是广编稿啊 可是一般读者知道什么叫广编稿吗 I don't know 留言你知道什么叫广编稿吗 hashtag广编计划 对就是如果你今天 我不要讲别家 我们就讲卧槽好了 好不好 卧槽今天如果接了某政治人物的案子 然后帮他写了一篇新闻 然后在我们的文章上面说 这篇是广编稿 那如果你平常看卧槽的文章 然后突然看到了一个这样子的内容跳出来 那你还会对我们家的品牌有信任吗 就会这个媒体的品牌的价值就会打折扣 所以你觉得这是一个trade off 一个交换 如果你要赚这个五千的话 那你的品牌的被信任程度自然会下降 看你要的是什么 对 不过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媒体市场 另外一个生态的困境啦 是啦 就是你想要做 像以卧槽为例好了 就是我们就没有 大家可以去监察院那边搜寻 都搜寻不到卧槽 对 卧槽没有任何支出 我们想要做的其实就是一个分众 但是我们要做自己 所以我们其实主要很多 靠很多定期定额的支持 那有些媒体也许他就做的 没那么分众 他想要做大众做广的 他可能用猫狗影片来充流量 那同时他们可以 他不管他就收这个广编特 其实政治人物要给他们钱做文章 他们也没关系 他们只要能够这个赚钱养活自己就好 这也没有说不对 但是读者 就是这个是一个读者该享受的媒体生态吗 我觉得这个是需要被思考的 我觉得我为什么今天想讲这一集 是顺便想跟听众分享媒体的一些商业模式 就是这个其实因为媒体现在生存很困难 大家以前会花钱买报纸看内容 现在都看免费的 对看免费的嘛 所以变成媒体确实就要想很多 招数很多活下来的方法 所以确实就会在内容里面动一些手脚 所以你自己在阅读的时候 其实可以鼓励大家如果真的很在意的话 你就去监察院那个 搜寻过场没有我们 或是你搜寻你在意的媒体 你有在看的媒体 不然我差点讲出来 我们自己去搜寻很多媒体 就会发现很有趣 然后有做不同阵营的政治人物这样子 对他们说不定你在关注的媒体 他也有可能有帮政治人物做过宣传广告 或者是各种 像我们有整理就是 大家最常听到中天电视台吗 或者三立电视台 就传统的主流媒体 其实他们都会很明确的就是写出来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啦 就是其实他写说 我有帮某个政治人物做那个宣传漏出 可是其实你看不到他是用什么形式漏出耶 对啦 因为他的那个项目当然会比较粗 没办法细项 就是他有可能是在节目跟节目之间 破口的时候的广告 对 但是也有可能是就是 某一则新闻 对 也有可能是在某种比如说争论节目啊 或是他 因为之前有被揭露嘛 就有些人会花钱去上争论节目 这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刚好一个机会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搜寻 好好运用这个平台的工具的机会 好不容易有这个工具一定要好好用 就是你选择的媒体就是你等于你看到的世界 对然后如果你的世界是被人家买下来的 那你就你也等于被买 你的世界的那个视角其实都被买下来 你的视角就多了一个广告了 然后就ban了 对你的视角就像那个没付费版本 所以你会有很多广告难为 然后没有办法点掉 对真的 你可以搜搜看卧槽真的 我们没有搜寻看看卧槽 卧槽一直以来就是希望给大家就是非常公平公正的内容啦 就不是就是不要受到就是这些政治人物的影响 因为收了之后就很麻烦 我觉得也不好 很尴尬 不然其实政治人物钱也不少啊 对 对啊 选举你看5.8亿 他们经费超多的耶 对 不过那个不好 对 不好 不行 拿了 拿了很麻烦 对 所以我们不拿他们的钱 我们拿的是希望就是独自的门 如果觉得我们的前部做的不错的话 可以欢迎大家小儿的定期定额和门 我们就是靠定期定额生成下去的 我们希望大家可以用大家集资的力量 就像你要支持你的政治人物 你可以支持你想要 希望可以持续做内容的媒体 对 对 一百不嫌少 好 那我们这个礼拜就是 大概就是聊这些 我们相关的这个连结啊 都会放在我们的资讯栏 可以去点去看 搜寻政治建筋状户 对 然后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 都可以在Apple Podcast 或是商量上面看到 还有Spotify 对 还有Spotify 然后记得搜寻卧槽苗政治 对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然后 要记得去YouTube Channel 订阅我们的频道 跟我们的节目 然后喜欢我们的内容的话 一定要记得定期订阅支持我们做更多更好的内容哦 好 那我们就下礼拜再见 下期见啰 拜拜 拜拜 拜拜